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依旧持续关注 北非国家摩洛哥所发生的 瑞士规模6.8强震 今天是灾后第四天 死亡人数很不幸 已经超过2800人 而强震在人类世界 所造成的重伤害 如果我们回顾起来 很多人可能第一个会讲 1976年河北的唐山大地震 那么在唐山周边16小时 两次七以上的浅层地震 造成了24万人身亡 04年12月26日 印尼规模9.1强震 引发印度洋海啸 总共23万人上命 后来在2008年5月12号 中国四川汶川7.9强震 导致87500多人丧生 再过两年到了2010年 元月加勒比海的海地 超过10万人 因为规模7的地震身亡 隔了一年的3月11日 日本东北9.0强震 引发海啸造成福岛核灾 夺走将近2万人的性命 而这次摩洛哥的强震 重灾区因为传统专造建筑 所以形成松柄式的垮塌 现在交通不变 救难人员目前停止救难 开始复原 死亡人数恐怕会继续增加 摩洛哥强震过后进入第四天 官方公布死亡数字 已经超过2800人 离镇央72公里处的亚特拉斯山脉 目前军方已经进驻 但因为土石崩落阻断交通 救援行动一直很缓慢 还能在瓦里堆下 把生还的机会渺茫 救难队已经停止救援任务 开始进行复原工作 灾区一名妇女 已经埋葬了19名家人 现在她准备再安葬外申女 两天前她还能听到 外申女的呼救声 地震发生至今 居民大多是靠自己徒手挖 一名父亲就用双手挖出了妻女 一家人幸运生还 摩洛哥军方在灾区设置了战地医院 治疗从山区送来的伤患 这个战地医院设备齐全 还拥有先进的科技 只是很遗憾 能活着送到这里的人并不多 山区的灾民只能睡在简易的帐篷下 一个篷下挤了25个人 当局在当地发放食物和生活物资 但居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这是自1960年以来 摩洛哥最严重的地震 英国地震专家分析 造成严重伤亡 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这是浅层地震 震度才会如此惊人 非洲板块向北朝欧洲板块推挤时 位于北非靠西的摩洛哥 压力相对小 因此并不是地震频繁的国家 当地的建筑因而缺乏耐震的考量 全球数十个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不过摩洛哥政府 只接受四个国家的帮助 分别是英国 西班牙 卡达和阿联 摩洛哥速来对于外国政府充满警戒 因此只让很少的国际救援组织入境 另一个北非国家利比亚 周日也遭天灾巨变 丹尼尔风暴侵袭利比亚东部地区 暴雨淹没数个沿岸城市 其中有十万人口的德尔纳市 两座水壩溃堤 大水淹没了整个城市 造成超过两千人死亡 丹尼尔风暴在地中海形成后 狭带丰沛与世 在远离利比亚之后 现在正朝埃及前进 利比亚领导人格达费 在2011年遭到居杀后 政府权力中心就呈现双头马车 有两个政府管理国家 执政效率不张 当局在事前对丹尼尔风暴 也掉以轻心 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 TVBS新闻总的报道 里面发生了